关注政治焦点 国民党到底会派谁来绞逐2024年的总统呢 现在新科立委王宏威他日前就抛出了这个议题 他说呢把这个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还有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也要纳入民调当中 那么党主席朱立伦也回应了 不分颜色都欢迎会努力打造所谓的非绿大联盟 前总统马英九昨天也被问到说 如果党内外人士共推人选的话 觉得谁比较好 他的回答是有战力的就是最好的人选 迎战2024年的总统大选 现在王宏威他主张把非绿阵营的人士 全部都纳入整合的民调里头 国民党的前主席也是立委江启臣 他就表示若是参考民调加谁都是没问题的 但是呢如果是说这个党内的初选民调 就是有政治上的考量 他更认为说总统大选寻求的是跟政党合作 从九合一胜选之后 这可能性已经降低了 理想面当然是希望所有的在野都可以大整合 但是现实面是有不同的考量的 不过说到这个绿营九合一大选大败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 前新竹市长林志坚他论文抄袭一事 也让身为指导教授的国安局长陈明通 力挺非抄袭是冤案 那么北市议员王世健他就说了 陈明通既然是智者 如果是之所进退的话 错了就是错了 不要再为难党了 而面对现在民进党败选之后 被点名说要开除党籍 现在王世健是回呛说 难道是要跟林志坚一起团结吗 我很早就讲了啦 这个像他们这几位 要之所进退 解零还需细零人 他们是智者嘛 他们应该想得清楚 不要再为难我们这个党 也不要为难我们全体台湾人 就是错了就错了嘛 错了就认赔杀出嘛 不是吗 拥有权力资源 会干坏事的人 才要一天到晚喊团结嘛 不是吗 要团结什么 要我们大家跟林志坚团结吗 莫名其妙嘛 对不对 要跟林志坚团结的人就去吧 选边站选好 赶快去帮林志坚收拾他一些烂摊子 这才对嘛 不是吗 那我们呢 我们就是要去把林志坚造成的极可能的错误 要把他弥补掉嘛 那要去帮他辩护的人就帮他辩护嘛 为什么质疑林志坚 质疑这一些弊案就叫做不团结啦 很奇怪 所以这样子很团结的人我觉得有问题 好国安局长陈明通呢 前天他在卫林志坚发声明 他反驳说没有引住铺路抄袭 但是时事评论人朱海翔 他就透露了于正皇的律师 告诉他为什么没有引住的内幕 一起来听 我后来知道为什么没有注视这件事情 是因为这个底稿 就是说你写过论文就知道了 其实注视这件事情 你一定引用哪一段话的时候 你就已经有注视了 可是在论文 如果你真的要把它排版的话 注视通常都是另外夹的 因为你的那个一页 可能那一页如果注视很多的话 你的内文就会少 你下面的注视 就会有一条线 然后不同的字体 比较稍微小一点的注视啊 什么什么这些这些 这些东西其实通常我个人写作的经验 然后今天请教律师 律师说 其实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就是我个人写作的经验说 在跟老师在meeting的时候 我都不会把 我会把注视先拿掉 因为你那个每次 每一次因为可能要改啊 针啊 删啊 那那个注视的位置 可能就会因此改变 那我只是跟老师meeting 在对内容而已啊 我就不会把注视全部都打好 那都等于是这一张节 确定已经完成了之后 我再把注视排版进去 那所以当时为什么 为什么现在讲 那个什么陈平同在那边拗说 那没有注视 然后于正皇也是因为 没有注视 所以才然后才让那个林志堅 抄到一份没注视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跟陈平同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就是这样子啊 就是他的内文是 他是写好内文 之后再整理是这个论文 正式要定稿的时候 再把注视排版进去 所以才会这样子啊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然后让林志堅抄到一版 没有注视的 所以很多很多事情就是 你知道你要冥冥之中都有定数 然后你再怎么凹 其实凹不过 写过论文的人就知道这件事情了 所以现在台大 其实现在今天长律师也讲说 现在林志堅的律师团 现在很积极的在跟法官要求 就是要把两本论文送到 他们要认为台大学人会的这个裁决 是不公的 所以要找什么第三方 另外一个学校 再重新去鉴定 他两本论文有没有抄袭 因为他们就知道说 因为台大学人会这个裁定 是非常有说服力 而且非常强大的 所以他就一直想要把它推翻 好 免疫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呢 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i Code 快点购 扫一下 感谢观看